剛剛大家應該都已經玩過LOFT這功能了 那這裡另外提醒一下 你們做設計圖案的時候麻煩 最後要輸出的時候幫我加個圓角什麼的 不要讓東西看得直直方方的 好 那這裡呢我們開始講下一個功能 然後這裡的東西你可以把它刪掉 全部刪掉 好 點點點 delete OK 乾乾淨淨 好 那我們現在要回到tub 上市圖 來 let's gauge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一個叫revolve的功能 好 那它就是像做戒指一樣 來 我們現在輸入一個80的圓 打工 好 上個表我們叫sweep 這個revolve是另外一個 好 那你看喔 我現在畫一個圓 front這裡面剛好吹著top這裡面 所以我們就把它點view no more to 正式於它 然後這裡 按一下sketch sketch的話呢 這裡我們可以從最簡單的開始 來 這一點 我們要點到圓的最邊緣喔 所以 好 今天如果你想做一個戒指 好 魔戒好 對 不要每次都說送情人 就是乖乖 來 那你可不可以自己做一個 可以啊 來吧 revolve 好 面 揉 好 magic 好 對 它就開始繞 繞起來 繞成一個環了 好 那這個環 你就完成了 OK 那所以 剛剛如果這邊 我把它稍微調一下喔 然後 然後 sketch 等一下 是要來編輯它 ed 好 如果今天它不是一個方形 我今天把它稍微改一下 我改成什麼 我改成我自己畫的圖形好了 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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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有變形式接回來嗎 對不對 好 打勾 欸 有嗎 喔 這一段轉不出來 可以啊 剛剛修得修得喔 你就可以 好 有沒有 一個像花瓶的奇怪東西就出來了 好 那所以 用這個方式呢 你可以做出任何 好 你就是透過一個切面 做出任何你想要的造型 好 那 嗯 剛剛我們介紹loft loft可以做花瓶對不對 好 那 revolve 它也可以 好 好 那搭配這些功能 你可以做出 很多很多東西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大概試一下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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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